明朝年间 新画府有一户姓邓的人家 邓家在新画府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邓元外年轻的时候 勤劳肯干 不断积累了财富 现在邓家的绸缎庄 已经名声在外 人人都知道 邓元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邓有知 知书达理 孝敬长辈 二儿子邓开明 喜欢武文 为人豪爽 邓元外的这两个儿子 可是人人羡慕 很快 这两个儿子 都已经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 来说亲的媒婆 都已经踏破了门槛 可是邓元外挑选媳妇 还是一点也不马虎 这俗话说得好 好女望三代 这事儿不得慎重了 最后老大邓有知取的 是邓元外多年的合作商 邻家的大女儿 邻真真 二儿子取的是 献里马秀菜的妹妹马样 他们两对新人 选在同一天成亲 正可谓是双喜临门 这可把邓元外开心的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连酒都多喝了好几杯 成亲后 邓家宅子很大 老大和老二 暂时都没有分家 和邓元外都住在一起 店铺的生意 时间一晃就过了三年 林真真和马样的肚子 一点反应都没有 总不显怀 邓元外想抱孙子的心外人 都看在眼里 可邓有知和邓开明两兄弟 却对这种事情 一点也不在意 他们还年轻 也不着急要孩子 只想着天天出去玩 两个 轴里见面的时候 虽然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可是暗地里 也会悄悄打听 对方要不要孩子 最后 邓元外终于受不了了 看着两个整天 只知道玩的儿子 他在一天晚饭的时候 对大家宣布 谁先怀上孩子 将孩子生下来 无论是孙子还是孙女 都可以分家 给一套宅子搬出去住 还能分到一间店铺 让他自己打理 邓家两兄弟 倒是无所谓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给哥哥或者给弟弟 都是给自己 他们觉得都是一样的 不会去争 倒是两个轴里之间的 明争暗斗 从此开始了 这一天 天气晴朗 林真真带着贴身丫鬟 来到商业街上的安草堂 抓几副药 来补补自己的身子 他觉得自己总不见怀 应该是自己的身体 出了岔子 气虚所致 林真真和丫鬟 刚一下马车 就看见弟妹马样的马车 早就已经停留在 安草堂的门口 他想 这弟妹的速度真是快啊 来安草堂的时间 比他都早 而且自己 好歹也是大嫂 他来的时候 这么翘无声息 连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他想了一会儿 就觉得自己 不应该这么想 自己带着丫鬟来 不也没有通知马样吗 凭什么马样来 这里要通知他 于是就带着丫鬟 直接进安草堂了 林真真进了安草堂 看见弟妹马样 已经抓完要往外走了 两人都相视一笑 马样先发话 姐姐今天也这么早呀 你是来看病吗 林真真直接把话挑明了 什么看病 这老爷子一天天的 总是想抱孙子 我来抓几副药补补补补子 好让他早日实现自己心愿 马样没想到林真真这么直白 可他不一样 他总是喜欢拐弯抹脚 做事绕个圈 让人猜不透 他的目的和林真真一样 也是来让大夫开不要的 可是他却说 我这几天嗓子有点疼 怕是有风寒 就来看看 姐姐 您可得好好开个方子 让爹早日抱上孙子呢 可是林真真的眼神 往马样的药上一瞥 明明写了一个大大的补字 这说明 这些药也是补身体的 林真真在心里笑了 这马样真是个人惊 两个天天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人 却在药铺的门口 你来我往 唇枪舌战了一番之后 各自分开了 过了一会儿 林真真拿着药从铺子里面出来 看见马样的马车 停留在门口没有离去 他掀开帘子问道 燕儿妹妹 你怎么还没有走 我这都出来了 马样的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说道 不是 我这马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下面 好像有东西卡住了 走不了 车夫抽打了好几次马 可这马车就是不动 林真真好心地说道 要不你坐我的马车 和我一起回去吧 马车停在这里 你让车夫找人 好好来看看 马样没法 只好坐到嫂子的马车里 和她一起回去了 回到家 马样拉着林真真千谢万谢 今天要是没有嫂子 她可就回不来了 两人让丫鬟将要拿到厨房之后 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大嫂林真真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丫鬟在一旁问道 小姐 你将燕儿夫人马车的轮子上 卡了一个石子 难道她就看不出来吗 林真真得意地一笑 她知道又怎么样 她又没有证据 我知道她的心眼 可是我也要让她知道 我是她的大嫂 那丫鬟在一旁 也乐得咯咯笑 另一边 在马样房间 她正拉着自己的丫鬟撒气 她对着丫鬟说道 气死了 还是大嫂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马车肯定是她做的手脚 要让我知道 我的难题 只有她能解是不是 说着一气之下 将桌子上的一把扇子给撕碎了 两个轴里总是明争暗斗 她们白天喝不要 晚上的时候 两个女人就拉着自己的丈夫睡觉 她们恨不得马上就怀孕 第二天就生孩子 只要有一方搬出去 她们就再也不用看到对方了 可是她们各自都想着 这个搬出去的人 一定得是自己这一家 这样就算不争馒头 也能争口气 马烟经常和自己的好姐妹出去逛 姐妹见她无精打采的样子 就问她最近怎么了 这么憔悴 马烟就将自己的情况说出来了 她说自己怎么补身子 就是不显怀 她还想争过嫂子 分家搬出去 她的姐妹扑斥一笑 你怀不上 可是人家就能马上怀上吗 马烟一听 此话怎讲 于是那个姐妹就将马烟 带到了一个神婆那里 她告诉马烟 这个神婆很灵 花点钱 就能抽掉对方肚子里的胎气 这样的话 你想让谁别怀孕 谁就和子女无缘 这辈子 只能当孤家寡人 马烟一听 这世界上 还有这么恶毒的事情 不过为了自己的幸福 她决定去会一会这个神婆 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她到了神婆那里 将自己的情况和神婆说了之后 神婆抓住马烟的身体 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然后对着马烟哭泣 我要见我娘 我要见我娘 你们不要抓我 我是无辜的 那神婆哭了一会儿 接着抬起头对马烟说道 刚刚那个哭的人 就是你大嫂要怀的孩子 我已经将她关到我自己设的牢笼里了 她再也出不来了 你可以放心 马烟一高兴 精神都好了 她扔下一袋碎银子 就和姐妹高高兴兴地 从神婆那出来了 她回到邓府 看见大嫂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异于言表 因为她知道 大嫂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孩子 就算有 也会在自己之后 到时候 邓家的家产 会让她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吃饭的时候 马烟看见大嫂脸色腊黄 一脸愁容的样子 便上前虚情假意地安慰了几句 她让大嫂放宽心 一切都会过去的 话虽如此 可林真真 还是以身体不适为由 早早地退出了饭桌 相公邓开明 见自己的娘子这么开心 问她有什么喜事吗 大嫂不能怀孕都丑死了 她也没有怀孕 怎么这么开心 马烟牙尖嘴利 城市在人谋视在天 真的怀不上 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谁怀孕都是一样的 家产给谁 都是落入邓家之手 何必那么担心呢 这话 让邓开明一听 倒是觉得 妻子真是一个乐观大度的人 她真是娶了个好媳妇 可是她却不知道 妻子早就去神婆那里 给大嫂下了骨 一段时间过后 大嫂林真真 忽然怀孕了 不仅大嫂意想不到 马烟更是意想不到 她明明去神婆那里 花了那么多钱 而且 神婆也对她做出过承诺 怎么会 不行 马烟要重新再去问问神婆 她马上又一颗朋友 逛街为由 将好姐妹约出来 两个人又去了神婆那里 马烟将发生的事情说完之后 神婆摸了摸自己上扬的嘴角 然后告诉马烟 她就算怀孕了 不久后 这孩子也会在不足月的时候 离开母亲的肚子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马烟上次给的钱不够 不够虔诚 所以除不干净 马烟问神婆 还需要多少钱 神婆伸出自己的五个手指头 马烟问 五十两 神婆摇摇头 五百两 马烟整个人倒在姐妹的怀中 很久之后才醒来 继续问道 真的要五百两 这也太贵了 能不能便宜点 那神婆一听 要她便宜一点 就说道 你若接手了家产 难道只值五百两吗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说着就要赶他们出去 俗话说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郎 马烟没有带那么多银子 她只好将自己手上的玉镯 还有头上的金钗 都给拿下来 然后递给神婆 请她帮忙 这次一定要斩草除根 神婆一顿做法之后 还从自己的抽屉里 拿出一袋设箱 对马烟说 悄悄地将此物 放到对方的房间 这样更保险 除得更快 马烟花了这么多钱 总算是放下心来了 她回到邓家 脸上又重新露出笑容 她看见大嫂坐在院子里关于 便赶紧悄悄地 来到大嫂的房门口 想将神婆给的设箱 放到大嫂的房间 哪知道马烟左脚刚抬起来 后面就有一个声音传来 妹妹你在干嘛 马烟吓得一哆嗦 赶紧收脚 回头一看是大嫂 便笑容满面地说道 大 大嫂 原来你不在房间啊 我还以为你在房间 想进去看看你呢 大嫂林真真如今怀孕 她看谁都是好人 根本没想过 马烟会害她 见面拉着马烟的手说道 原来你在找我啊 来都来了 进去坐坐吧 马烟进了房门之后 东瞅瞅 西看看 眼睛贼溜溜地到处乱撞 然后她终于看到一盆绿色植物 便趁大嫂不注意的时候 将袖尖的设箱 倒在了那盆植物上面 她和大嫂寒暄了一会儿之后 就让大嫂好好休息 接着就离开了 走的时候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抹复杂的笑容 一个月后 到了初一 婆婆为了感谢老天爷 让自己的儿媳妇怀孕了 将他们两个 都带到城隍庙去还愿 到了城隍庙 真是热闹非凡 那一条街上 有杂耍的 看见这些热闹都停不下来了 拜完菩萨之后 便和他们一起在庙会逛逛了 他们一行人 来到一个杂耍的班子前面 那群杂耍的人 一会儿好几个人在跌高 一会儿朝旁边的人在那里吐火球 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 一直在那里鼓掌叫好 丫鬟和家丁都看得入迷了 这个时候 有一群猴子 被那几个杂耍的人牵出来 在那里表演 表演完了之后 训练有素的猴子 还拿起锣 将锣递到乡亲们的面前 请求乡亲们 可以给点赏钱 乡亲们也是慷慨地 拿出自己的铜板 放到锣上面 等到猴子到了 林真真和马亚儿的面前时 他们一放完赏钱 两个人都开始捂着肚子 头上冒冷汗 整个人晕了过去 婆婆和下人们看到了 赶紧将他们两个抬起来 背到马车上 兵分两路 一队人将两个人送回家 一队人马上骑马去找大夫 很快 大夫就来到邓府 为两位夫人把脉 大夫告诉邓家老爷和夫人 大少奶奶林真真操劳过度 孩子没了 以她的身体状况 以后可能都不会有孩子了 二少奶奶马亚儿 刚刚怀孕一个月 要好好休息 这一喜一忧的消息 让整个邓府 不知如何是好 尤其是对于大嫂林真真来说 孩子没了也就算了 可是以后都不能有孩子了 这和死有什么区别 如果真是这样 老大邓有之 以后定要纳妾 林真真一下子就陷入了恐慌 马亚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比自己怀孕还开心 可是 她还是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欣喜 去安慰大嫂 让她不要伤心 会好起来的 九个月过去了 马亚儿生下了一个女儿 整个邓府 都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 只有林真真在房间暗自神伤 公公婆婆和府里的其他人 知道她内心的苦楚 就不去打扰她了 也并没有要她 一定来看她孩子 马亚儿的心里 倒是一阵得意 可是这样的日子 却维持不了多久 马亚儿还在坐月子的期间 每天她一躺下 就有一个小男孩的声音 在她的脑海里响起 救我 快点救我 你还我命来 等马亚儿醒来之后 四周又是静悄悄的 旁边只是躺了自己的相拱 女儿也被自己的奶娘抱过去了 白天的时候 马亚儿想抱抱自己的女儿 等奶娘给孩子喂好奶之后 马亚儿上手抱了 可令人奇怪的是 只要马亚儿一抱孩子 孩子就开始哇哇大哭 再也停不下来 马亚儿只好又将孩子交给奶娘 有时候马亚儿看孩子可爱 刚刚吃饱 伸过手去逗逗孩子 这个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孩子 看见自己的亲生母亲 竟然朝着自己的母亲吐口水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匪夷所思 一个月后 马亚儿出了月子 他就逼着相公邓开明 去向公公提议分家的事情 公公做了二十几年的生意 说过的话 自然要兑现承诺 他将离自己家不远的一处宅子 分给自己的二儿子 还将一家店铺给了他 让他以后独自承担做生意的风险 并且给了他们一定的银子 去新家生活 终于离开了本家 马亚儿开心得不得了 相比与嫂子林真真 要强好胜的他 自然是觉得自己赢了 至于是怎么赢的 他自己心里心知肚明 不用旁人解释 邓开明和马亚儿 将新家重新收拾了一下 带着孩子和奶妈 以及几个下人 一起住了进去 感觉一切良好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 没过几天 住在里面的人 就被一些情况逼疯了 这座宅子 每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会发出婴儿的啼哭声 大家都以为是奶娘 没有照顾好孩子 可是当他们来到奶娘的房间 却发现孩子 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睡觉 除了奶娘 所有人都听见了哭声 晚上吃饭的时候 下人好不容易煮好饭 他们要将饭菜端出来的时候 经常发现 饭菜全都不见了 一下子 好像被人全都吃光了 马亚儿一生气 将所有的下人都骂了一顿 说他们偷吃还撒谎 下人们跪在他面前发毒誓 说自己若偷吃了 天打五雷轰 连工钱都可以不要 马亚儿还是不幸 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他决定自己下厨做饭 这样总不会出差错了吧 免得相公又要生气了 说自己出门一天了 回家连炖像样的饭菜 都吃不上 可是同样的 等马亚儿做好饭 准备端上桌的时候 他刚刚盛到碗里的饭和菜 全都不见了 这可如何是好 那些下人真的没有说谎 可是饭菜 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呢 他向相公解释 相公也是一头雾水 马亚儿夫妇回到公公婆婆处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 还将那几个下人抓过来询问 既然那么多人作证 公公婆婆也不好说什么 公公婆婆不担心别的 只担心自己的孙女 在这样的宅子里住着晦气 就提议将孩子放在这里养 让马亚儿回去 马亚儿只好按照婆婆说的去做了 其实马亚儿有点后悔了 他早知道宅子闹鬼 就不分家了 如今回宅子住 他的内心也是十分害怕 可当初是他硬逼着丈夫 去向公公提议分家分铺子的 如今的他骑虎难下 他想重新回来住 却说不出口 恐让人笑话 大嫂间弟弟一家回来了 好不容易出来见人 不知怎么搞的 虽然他一直闷在房子里 可是今天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侄女 却觉得分外亲切 还上手去抱了一下 那孩子看见大嫂林真真 竟然笑了 还一直趴在林真真的身上 不愿意下来 这可是亲娘马亚儿 也不曾有过的 马亚儿看见自己的女儿 竟然一直黏着林真真 她一把将孩子抢回来 孩子却变得嚎啕大哭 婆婆让她别折腾了 大嫂抱一下有什么关系 都是自家人 怎么这么生分 马亚儿自视不敢多话 晚上 邓开明和马亚儿 没有回去吃饭 而是在祖宅吃的饭 邓开明感叹 折腾了这么久 终于能在晚上吃上一碗 滚烫的饭菜了 她真是开心不已 饭后 他们坐在一起聊天 下个月就是婆婆的五十大寿了 到时候 邓家一定要大摆宴席 请亲朋好友来聚一下 才能显示出邓家的财力 这时候 大家都将目光投向邓员外 邓员外是个很宠爱妻子的人 自从妻子陈氏嫁给他 一直任劳任怨打理着这个家 还为他生儿育女 受尽了各种疾苦 他自然是要给妻子办一个寿宴的 很快就到了寿宴这一天 邓府上上下下 都为陈氏的寿宴忙碌着 大家都带来了各自的贺力 有千年人参 天山雪莲 还有各种奇珍异宝等等 这次除了一些轻狂好友 陈氏还请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道长 他就是来自龙虎山的子虚道长 子虚道长一身不一 简单朴实 背后还背着一把青云剑 当他踏进邓府的时候 忽然感觉有一股不一样的冷风 往他的脸上吹来 让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陈氏马上出门去迎接 因为子虚道长在十几年前 帮过邓元外一次 陈氏一直对他感激不尽 这次寿宴之所以请他 不仅是感激道长当年的帮助 还因为前段时间 而媳妇马彦 对他说的那些在宅子里发生的奇怪现象 陈氏并非没有见过世面之人 他觉得其中肯定有什么问题 就趁着自己的寿宴 请道长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邓夫人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平道没有什么东西 能给您的 这道符请收下 我已经感觉到 这里的空气有点不一样了 陈氏是聪明之人 邓家前几个月刚刚添了孙女 一些亲朋好友都没有见过 他们抱着陈氏的孙女 将他斗得不亦乐乎 这个孩子才三个月大 可是却开口讲话了 只见孙女双手作一 对着陈氏说道 祝奶奶俘如东海寿比南山 说完还正脱开奶娘的手 硬要站到地上 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不仅如此 这孩子走过的每一步都脚下生帘 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直夸邓家出了一个神童 这是百年不遇的奇观 最得意的要数码样了 这可是自己的女儿 他骄傲地扬起自己的头 一直说着 这可是我马样的女儿 然后就是哈哈大笑 只有子虚道长发现情况不对 马上拨开人群 不断往前挤 然后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坐在位置上 一直觉得有一股妖气在慢慢靠近 就连邓府的整个房子 也散发出阵阵的不祥之兆 他看见这孩子脚下生的莲花 连忙说道 这还不快让孩子停下 你真是大祸临头不自知 马样不认识子虚道长 他不屑地说道 这位道长您说错了吧 我女儿脚下生莲 怎么会大祸临头 陈氏一向尊重道长 他觉得道长说什么就是什么 眼睛一瞪 让媳妇马上将孙女抱起来 别再耽误了 可是已经太迟了 这些生出的一朵朵莲花 发出的香味 早就已经将这些 来吃酒席的人给弄晕倒了 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只剩下邓家的人 和子虚道长没有倒下 子虚道长 用自己的火眼睛睛 看了这个婴儿一眼 断定他是被一个痴妹附身了 这个痴妹也是一个婴儿 便说道 孩子 到底谁对不起你 你快从这个女娃身上下来吧 姐姐姐姐姐 老道 就是这个女娃的母亲 将我囚禁起来 囚禁我的人 昨天被你抓了 我才能完全逃出来 在这里胡作非为 说完又刮起了 一阵大风 将邓府桌子上的韭菜 全部都掀翻在地 原来这个附在女娃身上的痴妹 就是林真真失去的那个孩子 这个孩子被神婆 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每天想逃都套不出来 有一天她 趁着神婆睡觉的时候 原神逃了一点点出来 后来又借着神婆喝酒的时候 原神已经逃了一半出来 逃走后的痴妹 找到自己的母亲林真真 她看着林真真 整天郁郁寡欢的样子 知道是有人害自己的母亲 于是找到马样 附在马样孩子的身上 制造各种混乱 马样坐月子的时候 和搬了新家的时候 那些怪事 都是这个痴妹所为 她不仅为了自己 也为自己的母亲抱不平 她要帮助母亲 惩罚那些伤她和母亲的人 而昨天子虚道 长来新化府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那个神婆 那个神婆也是妖怪所变 到处坑蒙拐骗 骗取乡亲们的钱 有时候还会吸取村民的精气 昨天终于被子虚道长铲除 神婆被铲除之后 这个痴妹的原神就放出来了 她的全部原神 都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刚刚脚下生出的莲花 是冥界之物 有毒的 若活人闻了这个气味 闻得多了 就直接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神童的时候 只有子虚道长 知道其中的门道 在听了婴儿和子虚道长的说明之后 陈氏终于明白 为什么最近会在邓府接二连三 发生这些奇怪的事情 原来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儿媳马亚 真是害人不浅 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 这个痴妹 虽然做了很多错事 可毕竟也是自己的亲孙子 马亚见自己丑事被揭穿 跪在地上不敢说话 那孩子刚要对在场的所有人动手 林真真站了出来 说道 孩子 你放过他们吧 就算是为娘积德好不好 是娘对不起你 将你丢了 对不起 子虚道长早已拿出了一张符在旁边等待 他看见 痴妹听了林真真的话 好像产生了一点动摇 娘 孩儿在这里 孩儿要抱抱 孩儿在那个黑漆漆的牢房里 好冷啊 我要娘 我要娘 林真真不顾旁人的反对 就算这个痴妹 今晚是来要所有人性命的 她也要跑过去 抱抱自己的孩子 此时的林真真 早就跑到这个女娃的身边 将女娃一把抱在怀里 然后说道 娘在这里 以后娘再也不想丢下你了 你快离开姐姐的身体 重新来投胎好不好 只见女娃的身体里 忽然发出一道金光 这道金光渐渐靠拢 变成了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 一下子就钻进了林真真的身体里 林真真只觉得一股暖流 流遍了全身 之后 那些宾客都从地上爬起来 继续吃席 忘记了女娃脚下生帘的事情 寿宴过后 邓家二老将马样赶出了家门 这么心肠歹毒的人 邓府留不得 邓开明将孩子留下 休了马样 又重新娶了一个媳妇 还搬回祖宅 再也不和哥哥分家了 他觉得都是自家人 也没有什么好分的 一年以后 林真真竟然奇迹般地重新怀孕 还生了个儿子 林真真知道 这个儿子就是和他说话的痴妹 只是重新来投胎的 这下 他要对这个孩子加倍得好 因为不是他选择了这个孩子 而是这个孩子 又重新选择了他做自己的母亲 邓家自从有了孙子之后 将挣到的钱 经常布施给街上的乞丐 还经常失周 邓远外一家 也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善人